为了增加生育率 政府机关扩建女性友善空间 准妈妈有专属休息室 还有冰母乳专用冰箱 政府带头不止改善空间 公务员的育婴假新规定 十七号修正上路 现行育婴假规定公务员夫妻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人请育婴假 不过政院修正办法 夫妻可以同时请育婴假 养小孩从一打一变成二打一 肯定政府这个媒意说 可以让双方都是公务人员的家庭 两边都去请育婴假 不过确实在经济上来讲 育婴留职的津贴都只有本凤的六成 可能还是会考虑只有其中一个人 去做申请育婴留职 育婴留职停薪六个月内 按规定能领本凤的六成津贴 若是高考一般行政八职等公务员 来算薪水近五万元 但是本凤只有三万多 因此若是六成本凤 每月收入一万八千元 夫妻原本月收入加起来将近十万 两人都请育婴假的话 月收入变成不到四万块钱 因为两个人就变成六成心的话 我觉得对于双心家庭来说 那个差距是蛮大的 对 所以如果说我有请他的 亲属照顾资源的话 就是不一定会选择这个方案 其实两夫妻生活就已经 也是辛苦了 然后又有小孩子 就是花费有更多 然后还有房贷的问题 我们的话只倾向说 要嘛就是请一个一打一 不然就是也都不请 就是两个继续上班 一百零九年 这个合计是五千三百九十六人 其中男性才五百四十人 女性是四千八百五十人 男性这一块 是因为只能单方请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请 政府要对抗少子化 从制度改革起 但准妈妈们最主要考量 人事育儿成本和薪水收入 要是收入不够 请假养儿育女 恐怕也变成一件奢侈的事 三十五成名 西凤哲 台湾报导 谢谢大家